習近平事實上還講得很直 他說要中國在台灣議題上妥協退讓 是癡心妄想 對 他講話講到這個程度 他說指望中國在台灣問題妥協退讓 是癡心妄想 只會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他幫美國扮演 他把話傳達到了 他就硬要擠上台灣議題 對 對不對 所以他幫美國是算答政 可是幫得倒忙 幫得倒忙 你反而遭到的回應是 可能是就台灣問題有史以來最強硬 語言最強硬的一句話 對 以前即使是習近平談到台灣問題 都會輕輕的帶過去 但是這一次就直接了當 馮德萊恩回去告訴你 拜登不要癡心妄想 已經講得這麼清楚了 是 我當然不知道說 習近平旁邊翻譯 什麼去翻譯癡心妄想 這個字眼就很有學問 對 我真的也蠻好奇的 因為通常我們講說 你想太多什麼 wishful thinking 對不對 不知道 回去查一下 wishful thinking 沒有辦法傳達癡心妄想 因為這個字很重 更更更更更更重 所以呢 好那我們剛剛其實看到了 現在呢當然這個外媒要怎麼解讀 這一次 面對這個蔡英文跟麥卡錫的會面 你看一方面說 解放軍海軍航空母艦山東艦編隊 穿越巴士海峽 但問題是尼米茲艦不也是在台灣東部 大約400海里處嗎 那麼這一次到底是不是真的 誠如外媒所認定的說 北京初步反應是相對克制的呢 因為面對蔡英文跟麥卡錫的會面 第一說馬克宏是因為正在訪問中國 所以北京克制 第二去年共軍鎖台軍演震驚了海內外 還有第三說台灣將要在明年的1月 舉行總統大選 所以呢種種的因素加起來去看 北京現在初步反應 當然就要相對是比較克制 原因是在這兒 但這真的是原因嗎 台語比較傳神 亮哥的台語翻吃心碗翻得最傳神 台語喔怎麼 不要在那裡傻聲 對啦 傻聲喔 很傳神 很傳神喔 回來非常土又很傳神 對啦 希望馮德萊恩也要聽得懂 對啦 好來那亮哥你看啦 現在彭博說北京相對克制 主要是這幾個原因怎麼看 我覺得主要還是北京在定位他的形象 因為他連續中東俄烏都在做和平地道者 那這件事情坦白說拜登很節制啦 他雖然對麥卡錫不滿 可是你做出動作你是針對整個美國政府 那如果是No.1節制 No.3不節制 那你這裡要有這個尺度的拿捏嘛 所以他不是沒有反應 他有反應啦 比如說那個外交部國防部國台辦 還有人大的外事委員會都有出抗議聲明 然後你也看到福建海事局做的動作 對 然後他也針對台灣的部分 就是蕭美琴嘛 還有兩個基金會做出制裁 那美國方面還沒有做啦 事實上你剛剛在解讀麥卡錫發的言 我剛剛跟鄭元香在聊天我就說 麥卡錫講的兩步啊 事實上就是希望中國能夠諒解他啦 就你不要制裁我啦 對 不然他幹嘛講 說我不會邀請蔡英文去國會演講 我不會率團去台灣 你講這幹嘛 你講這個當著蔡英文的面很吃力耶 而且他自己講說他想要去北京 他很希望跟習近平建議 所以我覺得他講這個話 根本不是在對台灣講 他是在對大陸講 對 因為他前面講說我們並沒有 我遵守一中政策嘛 這三點啊 那兩個事實上是 一中政策他也不能改啦 那是拜登政府的權利嘛 行政權 對 另外那兩件事都是他個人 是啊 他要特別講說我不會做這兩件事 意思是說你請你放心啊 所以後面就一句話就說 請不要比照佩洛西這樣制裁我 是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了嘛 對 等於就是在向大陸方面喊話嘛 所以真正眼睛盯的還是什麼 還是北京啊 這一張大合照裡面 當然呢你要看到最前排 海警第一排 第一排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一共有十一個人 結果我們來看看 當然通常呢如果大咖一定都要在正中間嘛 所以正中間的是哪一位呢 結果一看 蛤是誰 是美國的眾議院議長麥卡錫耶 那蔡英文在哪一邊 他比較小個兒啊 結果看到是在這兒 蔡英文在他的旁邊 但是啊正中間的是麥卡錫啊 所以蔡英文的地位 有外交資深人士看不過去了 說明明啊 他是高過麥卡錫的地位 怎麼會讓麥卡錫 站在最中間的主位 蔡英文反而站在次要的位置呢 這C位不是應該要留給蔡英文的嗎 所以賴老師 蔡英文是不是真的被麥卡錫給冷落 被忽略啊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還要不要尊嚴啊 怎麼可以容忍這種事情發生 麥卡錫明明白白的 在美國的政治排名是第三名 蔡英文在台灣的政治排名第一名 那你再怎麼樣 如果講說平等對等相互的尊重 那也應該要尊重台灣排名第一的蔡英文嘛 應該在正中間嘛 怎麼會你麥卡錫站在正中間 你蔡英文在旁邊 那問題就在我們的外交人員 難道都沒有發掘嗎 其實那個人頭一數就數得出來嘛 對 而且本來要那個拍照的時候 每個人站的位置大家都知道 因為事先都規劃好的 事先規劃好 怎麼可以讓麥卡錫站正中間呢 我覺得這個很明顯的是一個很嚴重的 一個外交上的一個施力 我覺得外交單位啊 尤其是吳釗憲 因為你要出來講清楚 為什麼你會發生這種事 因為吳釗憲你在場 我們看看吳釗憲在旁邊 吳釗憲在這裡 吳釗憲在旁邊嘛 而且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林佳龍在這裡耶 你秘書長耶 還有就是你 蕭美琴你是駐美代表 蕭美琴在這邊 你們三位都在耶 你們怎麼可以讓蔡英文 把我們臺灣的臉丟在外面呢 好像美國人是美國排第三的 都是遠遠高於我們第一的 那我覺得那個叫什麼對等 那叫什麼相互尊重 這不對的啦 是所以其實有點看不過去啊 可是問題是 蔡英文就是在這邊 所以就安排在這邊 那但是呢 蔡英文在這個次要位置 我還注意到這立委 這個陳明文在這邊 他還有在第一排喔 兩個 所以大家就 這個我們常常講說 位置是很重要的一個安排啦 不過照這個 這個圖你會不會覺得 這樣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對於臺灣來講 這個圖因為拍得有點遠 你們是把它放大 不然一般人沒有注意到位置 一般人只幫他理解為畢業照這樣 但是你確定這一次 會是真的畢業旅行嗎 還說可能還會有再下一次 你這次是這種待遇 你還有下一次嗎 你這一次是 因為麥卡錫沒有來臺灣 所以你加州一定見得到麥卡錫 對不對 總是要玩了這一趟任務嘛 那聯邦官員對你的待遇是這樣 那你還要有什麼理由去呢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我們要求太多 還是我們要求太過分 一個在臺灣哪一個小小的貿易代表 去見蔡英文都可以翹二郎腿啦 那蔡英文跑到千里迢迢的美國去 能夠站在美國好了不起的 眾議院議長的旁邊 你還敢挑西位嗎 我顯然不太理解啊 蔡英文她一定是有機會在她旁邊 一站拍個照已經可以回來敲鑼打鼓 給鄉親們大肆的宣傳了 她還敢說 麥卡錫先生可不可以把西位讓給我站 她怎麼敢 想太多了啦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你名利上是麥卡錫啊 邀請蔡英文到雷根圖書館去 去幹嘛 少說人家是 飛了一萬公里才到加州耶 連一頓晚餐都沒有 少說你不要叫做國事晚宴嘛 你少說請她吃一頓飯再讓人家走吧 這是外交上最起碼禮儀 你看我們動不動講說 你看馬克宏跑到美國去 即使拜登再怎麼樣的冷待她 至少還請她吃一頓飯 那你看看 這個馬克宏跑到中國大陸 不只是大陣仗 什麼儀式啊 什麼該有的外交禮節 通通有 而且人家跑到廣州去 習近平特別到廣州 去請馬克宏吃一個國宴 哎呀 盛錢招待 沒有國宴也有家宴也好 對啊 我們跑到美國那麼遠 人家只是見面一個小時 出來各個講兩三分鐘的話 然後就打花參與回去了 這是什麼玩意兒 我也實在看不懂啊 海荒鮑魚干貝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GTI714 享有折扣喔